这里到处横列了这样的横幅 待坐在路边地上的人 一多半都是没了身份证 这就是被日本网友戏称的大神 大神从来不工作 干一天玩三天 打工只做日解 绝对不上流水线 是这里所有人的人生信条 谭哥是这里的资深大神 今天一早 他将身份证交给中介 因为这份工作是临时工中最轻松的工作 据五星酒店当服务员 临近中午 中介依然没有点到谭哥的名字 他略微有点紧张 终于点到了谭哥的名字 却被中介告知需要自行前往酒店 每人五元的地铁费 这让谭哥气得想骂娘 这次临时工作一小时12元的薪资 足够他玩上两三天 谭哥调侃到 深圳所有的五星级酒店他都去过 因为酒店为了节省开支 根本不会养着大量服务员 所以每当酒店承包大型宴会时 就是大神们挣钱机会 他一直等到三点 才进入酒店换好服装开始工作 宴会上每桌饭菜高达1万元 一桌11位客人 可谭哥一天的工钱也只有84块钱 谭哥笑道 不知道什么样的命 才能吃得上这上万元的饭菜 到了下班时间 酒店出尔反尔 留下他们强行加班 否则不给发今天工资 这也让谭哥气不打一处来 不禁吐槽了起来 等大神们下班以后 已经临近凌晨 地铁也早已经停运 谭哥回不去了 他也只能强颜欢笑 调侃中介的能力之大 龙华那个地方真的是 是个神奇的地方吧 多神奇 多神奇啊 小道 小道做工地 然后满身灰尘 大道见 中央领导 然后干干净净 就在大神们急得干瞪眼的时候 酒店派来了一辆巴士 送大神们回家 可司机却私自收费 公交车两元 地铁也才五元 因为司机懒得来回接送 只催促他们赶紧上车 位置有限 车上很多人只能站着 连座位都没有 住在去屠宰场的路上 都有自己的笼子 而他们却没有属于自己的地方 虽然大家都很不情愿地 掏这个钱 但还是都默契地交齐了车费 等下了车后 谭哥才说出了大神们妥协的秘密 谭哥从下午打工到凌晨 也才挣了84块钱 现在司机转手就赚走了 他们一个小时的工资 但大神们又不敢不给 因为司机社会上有人 他们惹不起 所以只能吃闷亏 而10块钱车费 往往就是大神一天的伙食费 烟气呛人 电脑屏幕闪烁的网吧里 才是大神们的天下 今天干了个好活 谭哥选择来到网吧通宵 爽一爽 现实生活中的谭哥 是社会中的底层人士 但在游戏里 谭哥是能号令天下的工会掌门 这给谭哥的内心 带来了少许的成就感 等打到困得不行时 谭哥就往那 已经包疆的沙发上一靠 呼呼大睡 就这么凑合着对付了一夜 等白天睡醒 就来吃在三合 才独有的瓜壁面 四块钱 有菜有面 老板已经坚持九年不涨价 这碗面才是许多三合大神 得以继续为存的依靠 便宜实惠的面条 深受大神们的喜欢 因此也被戏称为瓜壁面 在三合开面馆这几年 老板看到许多年轻人 开始都是斗志昂扬的 想要来到三合奋斗 却在路途中 一步一步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最终选择躺平 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三合大神 老板不忍心 这些年轻人误入歧途 所以他开了九年的面馆 坚持不涨价 希望能用自己的方式 能拉回一些误入歧途的大神 那些卖给大神的肉丝面 都会冒出碗口 因为老板知道 大神们可能一天就吃这一顿饭 而当问起面馆老板不涨价的原因时 老板的话也让在场众人 哈哈大笑 他说像三合大神这样的特殊群体 身上根本拿不出多少钱来吃饭 为了让大神有地方吃饭 老板春节也不回家 坦哥听老板说完 罕见的没有骂粗话 说了句谢谢 三合除了善良的老板 还有许多有特色的东西 比如一块钱的甘蔗 两块钱两升的大水 一块钱巴掌大的挂子 五毛钱的散烟 这些东西都是其他地方看不到的 虽然面馆老板在三合待了九年 但是也有他不知道的事情 我现在不知道哪个叫红典 另一边 作为主人公的坦哥 却突然在拍摄过程中出了意外 他找到这份工地的好活 却让他受了大伤 在工地时 一次不小心踩到了一根钢钉 直接刺穿了坦哥的脚掌 而包工头却只给了五十元 让他随便包扎包扎 坦哥并不满意这个处理结果 他回到工地想讨回公道 顺便拿自己的行李 他其实也明白 要不要去找那个工地的 就你想去吗 就你的选择 我去不去都无所谓 为什么无所谓 讨回公道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但坦哥还是抱着一丝希望 去找工头说理 结果等了一个多小时 连工头的面都没有见到 他只能带着行李回到了三合 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发愁 这个城市最底层的打工人 站在车睡马龙的街口 他第一次说出了三个愿望 坦哥的第一个愿望 就是想做回一个普通人 而不是网友口中的三合大神 第二个愿望 就是希望能挣到足够的钱来生活 第三个愿望却出乎大家的意料 第三个愿望是 希望去做 说到这坦哥的眼里满是兴奋 一拳一拐的坦哥 看见路边的流浪汉 毫无犹豫地递给了他十块钱 他曾经为了十块钱车费 骂了黑车司机祖宗十八代 现在就这么轻飘飘地给了出去 这也让导演十分意外 你给他十块钱 你身上还有多少钱 在导演的询问下 坦哥取出了钱包里所有的现金 翻遍了身上的口袋 仔细地数了几遍 得出一个尴尬的数字 十五块五毛钱 那明天要去哪里找工作 去三个 做什么工作 随便 有工作就做吧 另一边深受大神欢迎的面馆老板 因为年事已高 准备收日行李回湖南老家安度晚年 面馆则是交给女婿过来打理 可老板还是放心不下面馆 因为他知道女婿的脾气 女婿总觉得自己卖的面这么便宜 面馆的常客又是那些 在他眼中低人一等的三合大神 所以老板担心女婿 不能跟三合的大神们打成一片 随着面馆老板的离开 纪录片的主人公 谭哥也不知去向 不论导演在三合怎么找也找不到 我想谭哥一定是离开了三合 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正在逐步实现自己的三个愿望 在三合这个地方 有人离开就有人加入 时代的洪流下 冲散了一波又一波 踏步及时代列车的年轻人 三合大神他们渴望大城市的繁华 却苦于没有学历 成为了大城市最底层的打工人 被生活抹平了棱角 选择躺平的年轻人 成为网友口中的三合大神 也正是网友关注的热度 引起了相关重视 许多躺平的三合大神 拉回了正轨 三合人不怨三合 我走了 再见吧 三合